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 我是KingFone 那么今天我从日本寄回来的快递终于是到了 然后我给大家做一次开箱 这台是我们的最终幻想三限定的NDSL 然后NDSL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台机型 最终幻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游戏 特别是最终幻想三 然后我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从一个日本朋友那边买来 然后让我的日本朋友寄给我 今天终于是到了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来开一下了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开 我也是刚刚收到没有打开过 然后开箱之前呢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三位粉丝朋友 一位是洛克昂斯托拉托斯 一位是WWSHGX 以及叫我韭菜夜同学 基于我的充电支持 然后谢谢你们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开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个盒子真的很新 我是用不到1000块的价格就买到了 感觉有点血赚 然后看一下这个背面 背面的话都是日语的 然后这个最终幻想三 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制版 出版的最终幻想三 这四个人是没有名字的 都是叫做光之战士 然后在这个重制版里面呢 这四个人物都是有了名字 一个叫做鲁内斯 一个叫做阿克 一个叫做雷菲亚 一个叫做什么英格兹 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旁边 这边的话呢 是写着任天堂的DSL 然后最终幻想三 然后水晶 水晶版本 然后下面就没有什么了 在一个边上的话就是一些基本的数据 然后正面的话就是一张很漂亮的图片 我们从这边把它打开来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呢 是有一张游戏的 然后还有一个盒子 然后还有一个纸板箱 这个大盒子呢 我们把它放到后面 放到旁边吧 然后这个里面呢 应该就是我们的NDS本体了 这个里面呢 是我们的一张卡带 可以看到这卡带真的非常新啊 就像全新一样 这边是最终幻想三 然后我们把它从这打开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NDS卡带 然后这边的是我们的一些说明书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喜欢看说明书的 因为以前的说明书是很有质感 而且量很多 这个是勇者兜饿龙的一张广告卡 然后还有一个史克威尔埃尼克斯的一个 一个店 我们先放到一边 这个的话呢 就是每每个NDS都有的一本说明书 我们就也先放到一边 后面的话呢 有很多卡片 还有一张小黄卡 这个的话呢 是应该是我们的限定的 限定的小黄卡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最终幻想三的一个说明书 里面应该是很详细的讲 包括它的插图 其实也很精美 它会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游戏 到底是应该怎么玩的 上画面 下画面里面会显示什么 怎么操作 然后攻略什么的 甚至都是包含了攻略的 以前的这些说明书真的是 非常的用心啊 就它会讲的特别明白 现在的说明书的话呢 更多就是以辫子版本为主的了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主角 人物插图什么的都很精致 然后我个人呢 最终幻想三 我第一次接触是在我的一个苹果设备上 然后我是用一个手机设备玩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真的做的很精致啊 这个说明书 而且它很新 然后我应该是会把它进行一个好好收藏的 这张卡带的话我们也放到一边 主要的话呢 今天主要是来看一下这台机器 然后插上这个卡带给大家试玩一下 这个机器的话是从这边打开 不得不赞叹日本人他们保护机器保护的真的很不错 我从日本买的机器基本上都是很新 这台机器基本上就是感觉跟全新一样 我都不敢很用力的去打开 因为它实在是太新了 等一下啊 抽不出来啊 就感觉真的是全新品 它都没有用过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能不能从视频里看出来 它这个 反正我是挺开心的了 这里面又有一本说明书 我没想到它里面会有那么多说明书 我们先把刚才的说明书放回我们这个卡带的盒子里 算了算了先不放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的话呢 是一本我们的NDSL的一本说明书 里面的话呢 同样是有很多就是怎样操作我们的NDSL啊 防水防电啊什么的 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做过多说明了 很快速的翻一遍 然后的话呢 就是NDS的标配就是一本小说明书 讲讲这个游戏怎么玩啊什么的 然后是一张红色的限定的纸片 要告诉你这台机器是特别限定版本的 然后修理的话就是要用带上这张卡片 才能够去修理 然后的话呢 同样是一张会员俱乐部的卡片 然后就来到了我们的机器本体啊 从这个侧边把它拿出来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充电器啊 这个充电器呢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主要呢还是看我们的这个本体 从这个塑料包里面把它拿出来 这个塑料包还是保留的 还是不错的啊 可以看到啊 我们正面呢 这台机器呢 上面有四个人物的这个画像 然后中间呢是写了一个最终幻想3 然后06474 我们把它擦一下 这台机器的表面呢 还是有一点点使用痕迹的 但是它这个盒子很新啊 机器稍微有一点点痕迹 我们也是能够接受了 这台NDSL呢是可以同时游玩 GBA游戏和NDS游戏的 这边这个口呢是插NDS卡带的 然后这边这个口呢 把这个卡栓拔出 以后我们就可以插GBA游戏了 然后之后也再考虑我们的 宝可梦全系列的GBA游戏和NDSL游戏 要不要用这台机器来游玩 然后看它这个下面 这边的话呢是它的音量调节弦 音量调节的这个按钮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一个插耳机的插口 我们看右边 右边的话呢是电源的启动键 然后下边这边是一支我们的手写笔 然后也是我们的NDS第一次加入了手写笔 之前的话呢就更多是像掌机 背面的话呢讲的差不多了 然后正面的话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的话呢 这个NDS是任天堂第一次加入双屏幕的一台机器 可以看到这个上下两个屏幕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上面有两个扬声器 这边的话呢同样是X1AB 以及我们的上下左右 还有我们的START键和SELECT键 我们把这台机器打开给大家进行一次一下游玩 可以看到它这台机器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这个屏幕好像是有点微微的泛粉红色 可能是因为时间也长了 这台机器应该是有十多年的一个时间了 我们把卡带插上 然后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最终幻想3 把声音开到最大 因为我不是很看得懂日文 所以说游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错误 请大家能够原谅我 可以看到下面显示了史克威尔埃尼克斯提供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个人呢 对NDSL也是感情很深 因为它既能够游玩GPA游戏 又能够游玩NDS游戏 所以说挺棒的 哇这个BGM好熟悉啊 我们 这个之前的主人它还有存档啊 哇全都练到57级了我的天 那我们玩一下这个存档 哦它这个是在 那个最后BOSS的那个水晶宫殿是吗 我已经不记得了 因为我是很多年之前玩的 但是 跟我当时玩的是同一个画风的 应该都是重置版 我当时就除了最后一个BOSS没有打出 然后其他我都是打出了 它只有单屏幕进行显示的 我看不懂实在是看不懂 我们只能点普通攻击了 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还是不错的 虽然现在的画面没办法比 但是当年能够玩到这样画面的游戏 是真的很了不起了 哇这个主人真的是很用心啊 它有那么多存档 把机器还保留的那么新 可以 可以说日本人他们对机器的保养真的是很有讲究了 嗯 那么我们就差不多试玩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快没电了 我们把它关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正面是四个人物角色的模型 真的很漂亮 这台机器我会好好保存的 真的很棒 然后有 我也可以问一下我关注我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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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